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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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步走 把芳亭流光的仪式 难而知 英雄梦 岁月如书 江山梦 耳履青 历史如伦 风雨如 山水天 争起临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方美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代 光彩永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方美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代 光彩永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方美永固 千秋万代 光彩永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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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牵永存 师兄 庭長 德仁 琦珤 60万代 孝度 就完了 终于 Joseph 不是说你身在宫门 而我等是陆林草寇 我们做的事情并非为非作歹 全是为民请愿之事 如果真的有一天 你为了尽忠职守 要我们一决生死的话 那也是各尽所知 哥 那 但真的有这天的话 我们还是有选择的 对吗 是的 我们还是可以选择的 来 二哥 我刚到庄上的时候 看到庄上的布置和个人的服饰 我就知道庄上有丧事 可是今天我才知道大庄主之事 二哥 我怎么觉得你不会伤心似的 伤心是放心里的 不护天抢地 不代表我们没有感觉 只是李渊射杀我大哥 这不明不白之仇 我一定要报 二哥 先恕我之言 李渊是当朝忠臣 他怎么会 你不必为李渊辩解 他射杀我大哥 是水洗不清的仇 更何况 在我心中没有忠臣 忠臣的含义应该是以百姓 以百姓的福祉为先 嗯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当今天下英雄辈出 但真正有狭义济世的胸襟和气度 只有小孟长 秦淑宝一人 不过书宝 我有件事情 要提醒你 二哥请说 你很年轻 征强好胜是年轻的本性 但是在口舌之争的环境下 退一步让三分 也许要比征强好胜强百倍 今天你和博党比试 其实赢的是你而并非博党 只是博党本性兴高气傲 绝不服人 他如果输了 并会找个时间向你挑战 我不想你们日后再生事端 王兄的轻功无义和暗器 使令在下只能望尘莫及 其实你的反应和快速 已是相当罕见 二哥 你过奖了 但是我还有一事相求 我们是兄弟 你尽管说吧 我已经离开山东两个多月了 一来我要回去复命 二来我也想念家中的母亲 所以我想 我明白了 既然你的身体已经康复了 我就不必强留你 这样吧 明天我给你安排回山东的事情 其实我想多留些时日 跟你多学习学习江湖之道的 书宝 我们是知己在乎心脚 真等我们有时间的话 还可以再见面 要想我了 一封书信 我马上到历程 那就多谢二哥了 书宝 二哥还有一件事情求你 我那个刁蛮妹妹冰冰 她谁的话也不听 你是让她服服帖帖的第一人 你有时间的话多教教她 二哥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冰冰当作自己妹妹来看待的 何伯 你干什么 这个秦壮是要走了 二庄主送给他点礼品 怕他又不要 所以他就让我把它偷偷地藏在里面送给他 何伯 拿给我吧 我去拿给舒宝哥 这 小姐 回去以后带我向家母问个好 一定的 二哥 舒宝 这是我的宝马良居 宝女在天冷之前赶回山洞 舒宝哥 如果还冷的话 记得穿我送你的外套 谢谢你 冰冰 二哥 谢谢了 舒宝 这有白银白两 拿去路上当盘缠吧 冯伯伯 二哥 你们对我太好了 这白银我绝对不能再要 要不然的话 这辈子我都还不清你们对我的大恩大德 那好 我也不勉强你 天快黑了 舒宝 上路吧 舒宝哥 有空就回来 我会想你的 一定 二哥 好 后悔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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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宝哥 后悔有期 秦大哥 秦大哥 你回来了 是啊 住店吗 阿王 不住了 我还要赶回山东 荣荣姑娘们 荣荣姑娘 就是弹琴的那位姑娘 你来得不巧 跟老板娘出去买东西去了 要不然你进去坐一会儿等她吧 那就不等了 我还要赶路呢 麻烦你替我转告一声 你放心 我一定会告诉她的 那咱们后会有期 一路平安 快点快点快点哪 哪点东西都这么慢哪 嗯 老板回来了 我帮你拿东西吧 谁说要你帮忙拿东西了 人家拿了那么久 又没说拿不动 多吃了你 走开啊 荣荣姑娘 秦大哥来过 见你不在 他就先走了 他还托我向你说告别 说后悔有期 谢谢你阿王 好 还像棵树一样 站在那里干什么呀 快滚进来 快呀 驾 驾 你 我们是知道了 他们只有到够了 你或者有个好敌人 好 要好好ign 哪儿 卡路 你呢 国家的和宅 бан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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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大户带到 藤明参见大人 王大户 你看看这金元宝 是不是你家叔之前被盗窃的那一批 是的 大人 好 下去 谢谢大人 秦主宝 人赃并获 你还有何话可说 还不快快招认 大人 我没有做过 怎么认罪呢 你没做过 就是你的朋友所做 你若想脱罪 就赶快告诉本官你的朋友是谁 本官自会查明 秉公办理 回大人 我真的不知道朋友的性命 你到这个时候还编故事欺骗本官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来人 在 打他三十大板 看他嘴还硬不硬 动醒 是 快 快 回头 你招事不招 我没做过 我是清白的 秦淑宝 你到底认不认罪 不认 待我公文发到刑部 不管你认还是不认都没关系 秦书宝 你身为公差却堕落成响马 入屋行劫拒捕杀人 现在本官判你死罪 待公文回复 立刻将你斩首出决 二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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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出事了 秦书宝 出事了 你说什么 秦书宝被鹿州衙内抓了进去 告他杀人抢劫 判处斩首 什么 书宝怎么会出事呢 他怎么会被抓进去呢 我听咱们的眼线说 秦书在造脚林被公差发现断背里藏有赃物 打的时候他杀了公差 赃物 我送书宝的礼品不是你的 打点的吗 你会不会弄错呀 我都检查过了呀 没有记号啊 莫非 莫非什么 我把礼品藏在断背里之后 断背给小姐拿走了 小姐 二哥 冰冰 你给我放下 干嘛 你给我放下 干什么 我问你 那天我送书宝的断背 你拿去干嘛了 没有啊 我想给书宝的娘亲送些见面礼 就在帐房里拿了些金元宝 许你一样啊 你 你胡作非为 尔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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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打人啊 书宝就要被斩头了 斩头 斩头 书宝哥 不许不 不许不 何伯 现在情况怎么样 现在秦状是关在陆州大牢里 等到衙门宫寒一到 马上斩首 大牢今日谁人当职 金甲和铜环 金甲铜环 二庄主 这边请 家母的病好些了吗 多谢二庄主的药方和野山参 我娘的病现在好多了 他还说改天到庄上多谢庄主 举手之劳 改天定去拜访伯母 那就多谢庄主了 书哥 徐道长 二庄主 你们先慢慢聊 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 书宝 书宝兄弟 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你 二哥 快快醒起 二哥赠金 乃是一片好心 都怪兵兵那臭丫头不懂事 朕没想到给你惹来如此杀身之祸 你不必自责 兵兵也是年少无知 不要怪他 我也只有任命了 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家母 书宝兄弟 你放心 此事因我而起 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我已经召集我帮中兄弟 三日之后拼死劫狱 万万不可罗马 秦兄本来清白 你一劫狱 秦兄必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那该怎么办 总不能眼看着他送死吧 秦兄只有牢狱之灾 并无杀身之祸 这次不但能逃出升天 而且灾心将满 必欲贵人 徐道长 你要是能有救他的办法 就赶快说吧 只要是能把他救出来 我就是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以我所知 秦兄在造角林被人搜出赃物 与公差打斗时 失手杀人 对不对 我并没有杀他 只是他失足跌倒 被自己同僚的刀杀死 那蔡智夫有没有传召 当时在场的证人问话呢 没有 蔡智夫只是问王大户 那些金元宝 是不是他丢失的 那王大户有没有指证你 就是进屋行窃的窃贼呢 没有 那就好办了 只要所有在场的证人说实话 秦兄的冤情就可以洗清了 可是蔡智夫 已经把书宝的公文送到刑部了 案子已经披下来了 就算是证人肯说实话 又有何用呢 依我所知 刑部收到公文之后 只会把秦兄的名字 从捕快的名单中删除 至于案件 还会发回由本地官员审理 只要蔡智夫愿意重审此案件 亲兄的冤情自然就洗清了 起来了起来了 什么事啊 夫人 干嘛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啊 有什么企图啊 什么礼物啊 你看 这不是你送的 谁送的啊 这 里边请 蔡大哥 今天吃点什么 哪有心情吃饭呢 还有赶着去刑部呢 随便下碗面吧 什么公文那么急啊 我就是那个混球秦书榜嘛 别看他这个人 思思文文义正言辞的 原来是响马 拘捕杀了我们几个兄弟 现在他人赃病祸 被我们给抓到了 等刑部攻门一下来 不就可以处决他了 蔡大人 参崇信这箱有礼了 善庄主 您好 来 请坐 多谢大人 满是茶香 我一闻就知道大人一定品的是极品乌龙啊 看茶 听说乌龙可以明目 难怪大人多年来审案子能够明察秋毫啊 善庄主 一向与本官是毫无相往啊 我见大人府宅多年未曾修膳 谷冒昧送上黄金百两 聊表心意 善庄主 明人不说暗话 有事就明说吧 蔡大人果然快人快语 你先出去 是 蔡大人 实不相瞒 我有个兄弟秦叔宝 早几天在造脚林有些误会落入贵府手里 我想请大人能够明察秋毫 还我兄弟一个公道 秦叔宝 抢劫杀人 罪证确实啊 我只是秉公办理啊 以我所知 大人并未强加审查 就已判了秦叔宝的罪 杀人之事仍在混乱中 吴广师族手下人所杀 而抢劫之事只是在秦叔宝身上找到了赃物 并未证明他入室行劫 也许会有人栽赃陷害呢 怎么不见有人在我身上藏些宝物啊 栽赃这种事情根本用不着理由 运气好的时候 也许一觉醒来就会有好东西送上门去 对了 刚才我在门口见到了令夫人 看到令夫人戴了一串马脑项链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串项链我曾在凌王府也见过同样的一串 沈庄主你 难道这就能证明蔡夫人上个月 在凌王府偷盗过这么一条价值连城的项链吗 嗯 沈庄主你 好 这个案已经判了 文书也送到秦部去了 不过也无能为力 你可以再次审讯 把所有的证人召集起来重新审问 也许可以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万一我不愿意 蔡大人是个聪明人 您总不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陆州知府里一天三小案 三天一大案吧 也许到那个时候 大人就会被送到一个边城小镇 再也没有什么闲情一致 请这极品乌龙了 好茶 万哥 你是叫我吗 不是 你来了这么久都没和我说过话 突然跟我打招呼奇怪罢了 什么事啊 我想问你 秦大哥的案子怎么样了 听说要判刑了 不知道啊 今天买菜的时候听说 好像是要重审啊 那岂不是有希望了 没那么简单的 无论怎么讲都是死了个人呢 你还挺关心秦大哥的 他上次替我解过围 我看他侠义为怀 不可能干出这种勾当 什么时候再审呢 好像是明天 我也希望秦大哥 能吉人天象逃出升天 王大呼 你说 回大人 当日那盗贼的身材 要比他瘦小 并且说话声音 也无他这般雄魂 当日是吴广于混乱之中 失足跌在刀上而死 他并没有杀吴广啊 是意外身亡 与犯人无关 那只能怨小夫人命太苦 我不想再做无谓的追究了 本官就撤销你入屋行劫之罪 但你身为官差 深藏来历不明之财物 罪无可恕 你杀人罪可免 误杀罪难逃 本官就判你 如今本官对此案稍加斟酌 来人 将犯人带下 一个时辰后再审 走 你又想怎么样 现在所有证人都证明 秦书宝是无罪的 为什么还不放人 还要判罪 这里面还牵扯着一条人命啊 但事实上是无罪的 他私自窝藏来历不明的财物 这已经是条罪了 那得怎么个判法 至少也得冲军两年 法配到哪里去 到济州吧 那我相信蔡大人也不会反对我提议用何人来押送吧 二哥 淑宝哥来了 淑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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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不好 八年还成这样子 淑宝哥 你也是一片好心 别放在心上 二哥 道长 淑宝 这趟一别 我们兄弟可能要两年后才能相见 为表歉意 二哥特赦薄酒为你践行 也叫冰冰亲自向你赔罪 二哥 你也别太客气了 这次多亏你和徐道长相救 才能免得一死 如此大恩大德 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得以报答 最重要的是可以还秦兄一个清白 咱们别站在这儿了 进屋再说吧 好 请吧 秦大哥 淑宝 这次你落南济州 都是我家教不严之国 二哥 你owitz 千万别这么说 现在 我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家中母亲无人照顾 还有就是 怕她知道我获罪充军 会影响她的身体 秦兄你放心 我已经和庄主商量过了 你在冀州的这段时间内 我会留在历城照顾令堂 一定不会让他老人家受苦 如果老伯母问起的话 我就说你到陆州公干 要两年以后才能回来 有徐道长这句话 淑保就放心了 劳烦道长的地方 淑保在这里先谢过了 淑保 我听说冀州元帅罗毅置人甚远 我怕你在那里会受委屈 这是我七省陆林令 帮中兄弟见他如见我一样 有什么需要 用他来招呼兄弟 他们定会拼死相助 二哥不用麻烦了 淑保是戴罪之身 说点委屈是理所当然的 岂敢再劳烦帮中兄弟呢 淑保 这只是以防万一 你就拿着吧 还有 这还有点银两 给你在那边打点之用 这是二哥的一点心意 你千万不要推辞 否则就是不把我当兄弟 淑保哥 多谢二哥 这些事给你在路上照顾淑保用的 一定要让他吃好喝好住好 记住了 你放心吧 二庄主 我会带秦兄如我亲兄弟一般的 我已吩咐帮中兄弟沿途照顾 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们 多谢二庄主 尽管 Ihr 你还不敢欠他 你们这些事業 你还不敢欠我 她其实你要城市 你们看到 还没有在那里 那还得到 你们issa 你你 pueda 我爹 你 都不想 高兴 你 苏宝哥,我舍不得你 好了,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不许哭 苏宝,来,今以此一杯薄酒,祝你一路平安 多谢二哥,多谢徐道长 秦大哥狭义为怀,今日蒙渊受难,小女子东施孝平 学各位壮士,在此敬秦大哥一杯,见行 王姑娘 你借配的大恩大德 我就能等两年以后才能报答了 秦大哥 小女子身无常物无以相赠 只能以曲代理 祝秦大哥路上平安 还望珍重 多谢王姑娘 小女子 珠宝哥 你多保重 我会等你回来 保重 一定是大夫的 是这么好 不能与太到 你会为她的 王林文人 也会给你 那是一人 你又很高兴 现在就非常高兴 秦甲大哥 秦大哥 谢兄 王兄 帮助有命 命我送来两匹马 给秦大哥和秦甲兄上路 这样不太好吧 在下身穿囚服骑马 要是给别人看见了 秦甲兄弟也脱不了干系的 秦兄不用担心 帮助一位秦兄准备了衣服更换 秦兄就不要推辞了 秦大哥 这次我秦甲可要沾你的光 不用走路去冀州了 居 crashing 龙王兄 有请 秦大哥 已经到了冀州边境了 这下又要辛苦你了 靖家兄 别客气了 老板 请问到冀州大营走哪条路比较靠近 往北走就是了 我们最近这个边境 有一帮土匪在这里拦路抢劫无恶不作 我看你们还是多一点人上路 比较安慰的 那谢了 对了 刚才走了一队商队 大概十几个人吧 我看你们呢 尽快地凑上去结个办好 谢谢你老板 秦大哥 那我们走吧 好 靖家兄 你有没有察觉到借队商律有些问题 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们个个身形轻壮 不乏沉稳 像是练过武功的 你怀疑他们是杀头盗尾 这个 我不敢肯定 不过为了方便 咱们还是小心点 好的 走吧 是 这帮人怎么是假仲剑 哨 哨 啊 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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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东西全拿走 走 沙漠多 我已经追捕你很久了 你还好舒适就行 跟我回去 你 hurricane 报告小侯爷 我军沙匪十八 擒匪十二 我军两人受青伤 好 都带回大鹰 是 这位兄台 你的枪法胶肉油笼 在下真的很佩服 这个人怎么那么没道理啊 秦大哥 你帮他们打盗匪 还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还板着个面孔 这位兄弟 这个人是什么人啊 怎么摆这么大的臭架子啊 你们刚来不知道 他是我们的小侯爷 一天冷口冷面的 所以外号叫冷面韩枪 走 走 走 快快快快快快快 靳甲兄 今天初起啊 我们离开鹿州的时候 是十七 让我算一下 今天初八 初八啊 这 这 那这样 快点 爹 干什么干 走 今天是您的忌日 孩儿不孝 没有能够在家和娘一起拜祭您 如果您在泉下有知的话 这保佑孩儿能够逃过此劫 为您报此血海深仇 爹 娘 看你这么兴高采烈 莫非今天出秦有什么收获吗 今天我不想天罗帝王 把沙徒帮的一群沙驼匪全都给抓了 现在在大营中等候发落呢 好 总算没有对我罗家的面子 沙漠都很严重 我恒行东北十六郡多年 一直神出鬼没 今日终于栽到我成儿手上了 我自会禀告皇上对你多多加赏 你能够立此大功 对你将来的仕途很有帮助 你可千万不要松懈 爹 我就想为民除害 根本没想过什么仕途远大 男儿在世 志在功名 更何况你是将门之后 你不求京中将后之名 那你求什么 成儿 你给我说说 你怎么抓到沙漠多的 爹 你知道吗 我很早就已经查过沙漠多的一些资料 结果我发现它不大好吃 然后我就和部下 扮成从江南来的丝绸商旅 而且我们一路还说我们收入甚多 没想到他们还果真是上当了 我们沿路排成两队一直往前走 走到路中间的时候 他们突然包围住我们 结果我们用计把他们给包围住了 但爹 你知道吗 这帮沙头匪还真是不知好歹 还死命反扑 还好我就一路使出我们罗家枪罚 最后就用一招 就把那个沙头匪给压下来了 爹 你知道吗 你把他抓住는지捉住了 怎么办 你没 Feels like that 我没看到 爹,我说完了 我说过多少次 说话就说话,报告就报告 干嘛动手动脚的 孩儿紧记爹的教训 老爷,好了好了 承儿,今天是你舅父的忌日 还不进去给你舅父上香拜计拜计 怎么这么巧 什么这么巧 我刚刚说的那个犯人 好像今天也是他爹的忌日 他回城的时候还跪在路上拜计呢 这么奇怪,他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 不过明天审问犯人的时候 我一定让他说出来 你们这群来自各地 身负十恶不赦的犯人听着 你们原来都要押赴大漠修筑长城 但我家侯爷有爱财之德 给你们一个机会 你们要运用这个机会 今天在侯爷面前 展示你们生平所学 侯爷满意的话 便可留在冀中大营 否则便送至辽东山区 帮我军修筑堡垒 还不谢过侯爷 多谢罗爷大安法则 各地压界的官差 注意你们所押犯人的去向 一经录用 军中便自会迁回习文 交返你们所属的衙门 测试开始 郑州囚犯王石 是 退下 送往山东 下一个并州珠桂 在 退下 留在济州 多谢侯爷 鹿州秦淑堡 在 爹 就是他 他姓秦 上来 一会儿 人秦淑堡 在 你这对捡在哪儿学的 是小人家穿检法 是小人家仆所授 王参将 在 带秦淑堡去率府等候 我要亲自审问 是 侯爷 回去告诉你娘 在厅中等候 是 爹 禀侯爷 陆州犯人秦叔宝带到 见了侯爷还不下跪 没事 你先退下 是 侯爷 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 犯人往前跪 秦叔宝叩见侯爷 秦叔宝 你老实告诉我 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祖籍在哪儿 犯人祖籍山东冀州人士 家父已经过世 家中尚有娘亲健在 秦氏冀州人士 你说你的检法为家仆所授 那你的家仆叫什么名字 犯人家仆姓秦明安 秦安 那是你家仆 你家仆有手 你家仆姓 那你家仆姓 你姐仆姓 我家仆姓 乌侄儿 你是秦叔宝 叔宝 快起来 快起来 夫人 您这是 我是你姑姑 姑姑 秦叔宝 我问你 你爹是不是前朝 忌州守将秦夷 侯爷您怎么会知道呢 她是你姑姑 也就是你爹的亲妹妹 我是你爹的妹夫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还不相信呢 走 我带你去看看 走 走 姑姑 姑姑 叔宝 姑姑 叔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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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给你爹上布箱 爹 哥 托你们在天之力保佑我们 我们姑侄今日终于重逢 我一定会扶住叔宝 重振我们秦家的家生 好 姑姑 这是你表弟 表弟 表哥 叔宝 你和你娘是怎么过的 怎么变成囚犯 压介到冀州来了呢 夫人 别心急 你看他现在一身囚犯打扮 不如让他先洗个澡 换换衣服 咱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再慢慢说 我高兴得差点都忘了 快带你表哥到房间去换套衣服去 是 娘 今晚一定要好好庆贺你们孤侄重逢 承儿 爹今天晚上准你喝酒 爹 喝饱 来了 二庄主 您找我 我问你 三小姐哪去了 怎么一晚上没有回来 她昨天下午说她要到城里逛一逛 哪知 你为什么不派人跟着她 万一要是出了一个 二庄主 您就放心吧 有咱们二贤庄在 我看就不会有人对她不利的 我不是怕有人对她不利 而是怕她对别人家不利 我这个妹子生下来她就会闯祸 何伯 传令下去 立刻把她找回来 然后不许她再泥庄半步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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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fr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